首先,我们立右脚,左脚换方向,换到斜45度 好,我们注意,好,立脚换方向,再看一遍 立脚换方向,我们注意立脚的时候稍微向后拉上一点点 这样我们就能飘起来了 好,立脚换方向,拉,一定要注意 那一只脚要拉一下,边立脚的时候拉一下 然后左脚换方向,再看,立脚换方向 接下来我们踩滑,踩下去的时候后边一只脚滑一下 好,左脚立起来,向后滑,中心放在左脚脚尖上往下压 压的时候把右脚向后滑,这属于一个踩滑 好,反方向同样的道理我们再做一遍,立脚 来,下压,好,再换方向做一遍,立脚 下压,我们一定要注意,立脚的时候向后拉一下 还有就是,咱们另一只脚要换到斜45度 那是同时进行的,立脚的时候另一只脚换方向 这是同时进行,明白吗?再看一遍 立脚换方向,同时进行,前脚拉一下 然后后边脚再踩滑 第二步踩滑不比较简单,主要在第一步上 第一步我们一定要注意,同时换方向 前面立脚的那只脚还得滑一下 好,立脚换方向,再加踩滑 好,踩滑的时候我们注意,我们划成两条平行线 不要把脚,后面那只脚不要向外了 也不要向底了 角度如果两个脚角度相差太大的话 我们划出来不太漂亮,尽量划成两条平行线 来,再看一遍 立脚采花,立脚换方向,加采花 OK 寂寞的天,飘着像似的雨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遍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遍 好,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正面的感觉 好 两脚站立,站直之后 然后我们一只脚立,一只脚换方向 我们先立右脚,左脚换方向同时进行 这一步一定要同时进行 看,立脚换方向 再看一遍 第一步很重要 来,立脚换方向 接下来我们重心放在前腿上 往下踩 踩的时候后边脚划一下 好,换方向 我们继续立左脚 我们一定要注意往后划的时候 左脚 就换方向的时候 我们左脚也必须得轻轻划一步 这样我们就能飘起来了 再看 立脚 立脚后拉一下 然后接着我们再做踩花动作 来,再看一遍 立脚 踩花 好 完了之后 我们再换到右边 立右脚 立脚 看,边立的同时 就有一个小滑步 同时进行 大家这一步多练习 第一步稍微难一点 立脚换方向 再踩花 好 左脚 我们又立左脚换方向了 开始 来,立左脚 右脚换方向 换到斜45度 然后接着做踩花 踩花步简单 主要是第一步 立脚的时候 同时 顶 五脚换方向 还能 第一步 优该